运用音乐完美结合演员肢体与戏剧 战火扶声描述一群艺术家 历经一次世界大战 死亡阴影对他们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让国际级的表演 现在不用到两厅院观看 只要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厅 就可以欣赏 为了明年的对流艺术节 消防精心策划一系列暖身活动 邀请不同类型的艺文团队合作演出 也让学生能透过视觉听觉饗宴 激发表演艺术的能量 事实上热对流表演艺术节 是在明年才开始 所以我们今年就有 小型的暖身的系列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只有单单是表演 而是透过表演 能够跟我们台一大的学生 有一个合作 如果真的实际上表演的形态 不能够合作 那么起码是要大师班 跟一些工作坊 那么尽量会让我们学生 可以亲近到大师 在他的身上会学到很多一些经验 跟一个相关的领域的传承 台一大希望借由艺术表演 激荡学生更多创意 进而在明年展现 与国际艺术家的艺能对流 秉持乐情传承的目标 台一学生将跨出校园 走入更大的舞台 尽得与国际接轨 水天空新闻板桥报导